高雄有民眾看到外送員竟然在機車上放了一台平板電腦 趁著等紅燈的時候來追劇引起討論 警方提醒 開車騎車的時候 如果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 最高可以罰三千元 機車龍頭架著超大的螢幕框 裡面放著平板 外送員趁著等紅燈邊追劇 同一位外送員上個月底接連兩天分別在高雄前鎮 跟林雅區被民眾目擊 等紅燈時追劇 被戲稱是時間分配大師 但這樣的行為連其他外送員都無法認同 外送員在龍頭上架螢幕 無非是想趁著等餐或停等紅燈時打發時間 但若騎車時操作手機或平板容易因此分心 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如於民眾拍到的影片中 外送員並沒有以手操作平板的畫面 警方表示恐怕無法開罰 但追劇行為仍造成觀感不佳 平臺表示會暫停合作 請外送員重新接受道路安全訓練課程 且通過測驗後再評估是否繼續合作 記者陳懷孟章全高雄報導